大家好 今天在这里跟大家讲的课是 《大圆满前行仪轨开箱解脱道》 开箱解脱道我们这里很多人都已经得过很多次 以前华智仁波切还有智悲光尊者 如来亚尊者 他们在传承上是面前得过二十五遍以上 但我有时候想可能是包括诵的传承以上 如果是的话我们这里很多道友也可能得过很多次 不知道有没有二十五遍不管怎么样 今天我们学院这边的人也因为这几天没有网络 我还没有《大圆满信息修习》和《经庄严论》的讲课开始 然后可能明天准备讲文殊一世子修法的传承 很多人很想开智慧但是开智慧也需要一种努力 不然全是靠文殊菩萨也有一定的困难 然后今天我讲 你看先解脱道我只是一个简单的 一个归纳心的给大家点一下而已 其他的一些内容我想在座的各位 大家都应该比较明白不作广说 在这里跟大家提醒的有一两件事情 一个是前一段时间我们讲第一堂课的时候也给大家说过 现在我们心的意念当中大家一定要认认真正地学习佛法 学习佛法可能我们需要两个方面来值得注意的 第一个我们作为一个佛教徒不能存在一个表面的理解 一定要比较深层次地去了解或者谈究究竟的奥义 是藏族还是汉 是否打电话 第一个意思就是作为一个佛教徒真正的佛教的教义 比如说我们今天讲的大圆门前行的仪轨 那清醒的仪轨的话人身难得当中是怎么讲的 人身难得你真的在自己的心里面产生过没有 哦 人身非常难得啊不仅仅是放在书笔上的那一层内容 还是在自己的内心当中有没有生起来了 这个非常关键再加上我们对整个五部大论也好 续部也好 经论也好这些都有 在闻思的过程当中大家不要放过给予 也就是说当你闻思的时候不管是哪一个法师讲的 但是这位法师所讲的法一定是前辈大德们的金刚语有关的 那这个时候有些人跟我讲过某某法师好像讲的不知怎么样 所以我学得不好其实不是这样的 你学得不好的人跟法师没有关系的 也许可能稍微有一点点差别 但是最主要的是看自己不管是 比如说你今年学哪一部论典呢 那么你已经依靠这种法师或者老师的引导 作为一个扑助作用更重要的是自己心要专注 这样之后对经论的深入理解和深入证悟 同时你如果有深深的理解 你可以在进行修持的时候非常容易 如果我们理解的时候比如说我们人生难得 好像人生难得在书面上听过无数字 但是自己心里面从来没有产生过人生是很难得的 好像人生是很好得的就这样 寿命无常的时候也同样的我们在耳边听过无数字 但实际上不管是在别人身上发声 自己身上发声你就从来没有想过无常 那一旦真正出现无常的时候你都可能特别差劲 所以这样的情况我今天跟大家说的 那天我们在法师们开会的时候我也稍微提了一下 第一个我们的学习佛教不能承留在一个表面上 现在很多佛教徒连基本的皈依 发心 或者说一直上师的基本的这种方法都不懂 特别可怜 学佛已经学了十年 二十年了但实际上满腹都是贪嗔痴 不管给别人说话也好 做事情也好 全部都是非法的 不如法的 这种佛教徒也是叫做形象之徒 特别可怜所以第一个我们想一定要有一个深入的理解 然后第二层内容就是说我们作为一个佛教徒 其实是住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周围不一定都是佛教徒 甚至不信任何宗教的信其他宗教的都有 但我们一定要学会跟他们供出 随顺别人 其实做人很重要的有些佛教徒自己都不会做人 不会相应别人不管是在任何的群体当中 出家人的群体当中 在家人的群体当中 高层次 高端人士的群体当中也好低端人士的群体当中 凡是自己做人 说话这些方面比较差劲 这样一来我们从现在开始作为一个佛教徒 一定要学会怎么样做人这是非常关键 做人的话 我们都觉得我应该会做人 我怎么不会做我会吃饭 我早上起来 我会洗脸 我会帅 我会开车 我会骑自行车 骑自行车现在可能越来越少了 对吧 现在很多年轻人不太会骑自行车 原来我们在读书的时候 我跟一个同学学骑自行车 我们自己没有有一个我们在读书的时候 一个同学的自行车 然后我们开到一个业外的地方去 然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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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他也摔在地上上得很厉害 我也摔在地上膝盖上得很厉害 所以现在每次我路过那里的时候 噢 在那里我就骑自行车 学自行车 当时是摔得很厉害 所以这是很早以前的日 大概是八十年代 我们很多人确实可能会想 会做人 但是世间人不知道会不会做人 我们佛教徒很多都不会做人 说实在的 应该会做人的话 无论是在什么样的群体 我们做人很重要的 在家庭当中上有老人 下有小人 中间有很多不同层次的人 还有亲戚 还有朋友 但是我们怎么样做人 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让我们到了社会上 到了单位里面 跟同事 跟陌生人怎么关系 怎么交往 就这些方面我经常觉得是 首先是作为一个佛教徒一定要学好做人 否则有些人可能你有智慧 你有能力 你有各方面的一些特征 但是做人方面比较差劲 在这方面我们也是需要深思的 更重要的现在佛教的这些教义 一定要想办法在世间当中流传下去 世间当中流传下去的话 我们要有一种方法 比如说佛教的这种教义 应该用现在世间的语言来表达 而且我们佛教的这些教义 应该由现在人们的这种关注 用他们的这种方式来传达 当然这个是有很大的困难 比如说我们讲中观音声派的自己的观点 用现在的一个语言来观传的话 有一定的难度 但是其实中观里面 我前两天跟法师们也讲了 哪怕是每天我们讲一堂课的时候 也不能太世俗化了 因为法师和学者如果不是很有智慧的话 可能要么是太世俗化了 原来佛教教义的味道就根本没有了 特别单调 也许他原来我们书本上的教义以外 根本不会相应世界 这样一来我前一段时间看到一个历史 当时最后拉兰陀斯这边的佛教受到一些比较严重的毁灭 其实当时很多班智达在内部在寺院里面辩论这些 但后来很多精神没有传到世间和民间 就这样之后受到一定的影响也有这种说法 就这样之后我们住在学院当中 比如说我们明年都是开一个想办法 一些法师对佛教徒和非佛教徒开智悲撒龙 用这种方式来比较简单的世间的问题我们要掌握一下 世间人到底在想什么 他们到底在说什么他们到底在吃什么 他们到底在关注什么 重视什么 然后我作为一个世间人我作为一个修行人我对这个问题是怎么 比如说现在世间人特别特别关注的有些问题 我站在我出家的位置上我站在我佛教徒的位置上 要么我站在非佛教徒的位置上对这个问题如何进行抛弃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会更加很好的去理解 所以说我希望今天说一个是对佛教的教义有深深的理解 全面地去理解同时这样的深深理解一定要前现一动的 用一种方便方法用一种善巧方法来给我们有智慧的人 没有智慧的人甚至一些比较愚笨的人 这些也是应该能懂得一些这就是我们真正的方法吧 当然我们的方法并不是说佛教一定要通知所有世界的一些人 没有这样的但是我们通过一种方式来观察的时候 佛教的教义的确是对人们对我们的生活有着非常大的帮助 有利益的这些教义和有利益的这些真理 其实在人间应该值得传播 如果我们感觉到或者我们发现其他任何宗教的一些教义 对精神 对来世 对生活 对我们平时的日常当中的方方面面 有着重大利益的话那么我们也应该值得提倡和弘扬 所以我这是怎么讲也是一个想法跟大家说一下 还有一个最近我们学院金刚项目桌这边也开了很多次会 就是说我们学院这边的道友们现在开始一定要 以五部大论和修行 前行还有密法的一些教义 大家一定要认认真真地去学学的过程当中 昨天我们分班的一些法师我看到包括前行班的 还有中观班的南宗 逆宗都比较多可能部分的道友 逆宗这边 现观班这边还可以有个别的 一些名额可以增加然后南宗这边的话 营兵班和现观班都可以增加 因为我们有些年轻人大家修前行 还有修其他的闻思也很重要的 但我觉得在学院当中完成五部大论 这是从这几年以来 我们不管是五论学士证也好三论学士证也好 然后一种证书来表明 我们对佛教甚深教义的一种认可 这样之后希望你们法师们也可以特意开许 尤其是我们念初的时候就开始参加这个班 念低的时候尽量地自己能参与这个考试 我去年2014年的时候你们也知道 整个《金刚相谋主》所有的江边主法师的辩论 考试我都参加了参加之后感觉很好 确实自己也是专门去培训听到很多教授的课一样的 虽然我们这里好多学生也好 道友文化层次上是不同的 我自己感觉他们确实是认真了 在学院当中非常认真的这样之后 好像我自己也有一种鼓励吧 这个闻思和修行的确很重要的 这样之后希望你们念初的时候一定要 你参加另一个班一定要很认真地去 当然我们这里有一部分确实是比较累的发心的 发心这边我们也尽量地从各方面给他们 也给了一些相应的发心的机会和闻思的方便法 当然你们可能比较智慧也好 能力也好 各方面是比较厉害的可以说是双重身份吧 一方面弘法利身我们觉得所谓的发心弘法利身 除了这个以外所谓的弘法利身就是 噢 我现在去弘法呜呜呜呜呜 开始全部都是一口气垂着了不是这样的 弘法利身 并不是每一个人给一块糖 一个饼干或者一粒粮食 不是这样的利身尤其是所有利益众生的行为当中 我觉得是用佛法来对他们心灵的改变的 所以我们的很多方法除了弘扬佛法和利益众生以外 应该是没有的因此发心人员可以称之为弘法利身者 弘法利身大乘佛教徒的每一个人应该说是最重要的人物 那这样以后发心者他一方面弘法利身的 然后学习闻事者通过发心来也有弘法利身的 但最重要的从事自己 因此我们每年新年开始的时候大家也应该有一种心的火力和心的决心 这个决心尽量没有出什么大的事情希望大家不要改变吧 我听着听着听到十几堂课以后心很烦然后不想听不想学 哎呀 我要换个班啊或者我去其他地方去啊 或者我各种各样的现在的人因为可能吃的有些 可能食品不是很安全的原因心很浮躁 今天很好的心态都很不错的但是再过两天之后的确是 好像根本不是原来的这个人突然就变了 那有些人两三年以后变了也可能能想得开 但是一两个月一两天之内的时候判若两人 这这样确实是比较失望啊 所以说我希望我们很多人你毕竟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念初的时候你发了什么样的愿呢 我们不敢说三个二生气劫你一点都不会变的 但是你在念初的时候不管各个班里面也好 在各个部门当中发心不要改变 变来变去 我们人不管是在哪些方面都不喜欢变来变去 这样之后管理方面也比较方便 所以我在今天在这里可能跟大家讲一下这么一个 还有可能我们今年的学院的一些管理模式上面 也有因为根据我们学院的一些管理层次领导的不同 也有一些新的思路希望大家一定要适应 我们整个世界一些不同的领导思想的创意 我们的生活当中也会发生一些变化 当然这个大的是团结合合 闻思修行 清净劫力 利益众生这些方面是大的框架不会变的 但是在里面有一些操作的方式方面 希望我们各班的法师也理解今天又填一个表明天也是说一个好饭哦 其实这个没有什么的不管到哪里去都需要这样的 你买一个火车票也是需要 现在虽然比较方便但是也需要做很多事情 我们在入一个小学一年级的话也要办很多很多的数学 这些方面越合理的话越复杂这是世间的一个规律 越简单的话可能是越没有规矩 像一些比较特别贫穷的国家或者特别贫穷的乡村当中非常自由 但是这种自由也是没有发展没有进步的一种表现 这样之后希望包括我们在世间当中学佛法的这些人 有什么要求大家尽量地配合一旦自己实在是没有办法 那你也没有必要住在这个群体当中 一旦你在这里人需要很多方面的约束 这样之后变成一个很好的人 所以为什么释迦牟尼佛的戒律里面有这么多的戒条啊 这也是使我们人的行为做一个规范 规根基地除此之外没有什么吧大家应该可以清楚的 所以我今天不多说吧主要讲这么多 还有可能等一会儿我想开线解脱道一遍跟大家念一遍 我就把加心的一些大的内容稍微提醒一下 很多常住的道友当然可能听过很多次 有些新来的这些人 刚开始入门的人可能比较多 我经常害怕重复可能以前讲过的很多所谓的教言也好 这种想法讲得比较少一点但以后有时候可能有必要的 比较重要的这些道理再三重复也是有必要的 这样之后我自己在人生当中感觉 以前上师如意宝一件事情再三重复 现在在记忆当中还比较不错的 比如说一个故事法王经常讲的故事 现在好像不管是怎么样任何时候都想得起来 一个教证他经常用的话我现在记得非常清楚 所以说有时候我们在学习过程当中 语言的重复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大家应该认真地对待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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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们简单地跟大家讲一下 开心解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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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 因为你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前几年修大圆满前行的时候 我们学院经常课堂上也是念诵 后来因为我们修的时间各方面的念诵比较多 后来我在一个礼拜当中也念一次 现在虽然没有念但我希望我们可能 以后方便的时候再商量一下 哪怕是一个月当中我们在课堂当中也可能会念一次 具体我们到时候可能教课课这边进行商量 我自己记得我来到学院的应该是第一年的春天吧 有一次在法王如意宝他的宿舍 他有一个前面小小的木头房这里面 当时法王做了一个皆证大圆满的观点 然后给我们讲简单地讲了开心解脱道的传承 那个时候不知道什么 我们这个人不是很多的 那个时候法王经常在我们学院拉荣的山沟里面 可能大概是有两三百个有没有 大概是这么多人 但是我们那个时候是非常寂静的 有时候有一个小小的当时觉得是高音喇叭 但是现在看起来肯定不是高音喇叭吧 不知道什么一个声音呢 法王经常在外面中午的时候放开心解脱道 以金刚道课的方式来给大家放出这个声音 有时候我原来也讲过 无光尊者的三世忠告论这两个经常放 而且我自己也是把开心解脱道放在自己的念诵课里面 当然我并没有每天都是能念诵 以前刚开始的时候不管是什么样的人 学佛的人好像刚开始的时候特别精进 所以说我现在刚开始很多人特别精进的时候 并不是很在意 我也是刚开始的时候特别精进 念诵也是特别特别多 不知道他能再过二十年 三十年 五十年 六十年 会不会坚持啊我经常这样认为 所以我当时也自己一直念诵在课诵里面 不过现在一直是对这个法的信心非常大的 这样之后我希望你们自己修加心的时候也好 还有在平时自己念诵的话 看起来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 也就是说是一个前行仪轨 但实际上这个短短的内容当中 大圆门前行引导为普贤上师严教的 所有精华的内容只有这个前行当中 就可以表现出来 甚深的意义 所以说这是一个菩萨的金刚语 把它们龙锁出来 就像现在云南的有些茶叶不拉很多很多的 但是通过一种催念机来把它念锁成很小很小的 就像这样的 我们这里完全可以说 所有大圆满的这些窍诀 前行当中的窍诀都龙锁成这样的 这样之后我今天一边给大家念一个传诚 一边简单的每一段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完成今天的课本来是今天我们现在内部的 但刚才下午可能提前两个小时的时候 我想外面也是通过电话的方式来 有个别人听课的话也可以 外面可以听吗可以吗 说可以就可以不要动一动不上看都看不清楚 对吧 大声地说可以啊 对吧 大声地说可以啊 第一个是人生难得前面有个喇嘛签是祈祷上师 上师执上师执是什么呢 我所有生意义的一切都是 上师眼皮下无所不知的意思 也就是说上师执的意思就是 上师时时刻刻加持我 保佑我 时时刻刻你的深深的密意智慧 还有悲心直接关入我的相续这么一个意思 所以我们一般以前老修行人早上起来的时候 刚睁开眼睛的时候 我原来经常接触一些老修行人 老出家人 然后他们刚刚睁开眼睛的时候 老修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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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开始的时候不像我们现在的很多人 现在很多人睁开眼睛的时候 马上破手机拿来然后开始刷屏 非常可怜 修行人当中也有这样的 不过有些人想不是破手机我的手机应该是最好的 苹果3苹果4苹果5苹果6苹果7还没有出来 这样的 刚才讲了人生难得相当于是 昙花现实一样非常难得的 而且它得到之后有极大的意义 可是我们很多的愚痴众生根本不知道 人生是那么重要 那么珍贵 经常耗尽浪费没有很好的闻思修行 所以很多人真的得人生特别不容易的 但是自己都是没有珍惜过 有些人可能从来都是没有修行过 有些人即使修行但修得很不好的 这样之后在这里面讲祈祷三宝众绩的上师 加持我的人生一定要有意义 其实我心里是经常这样想 但是有时候自己 昨前天我跟堪布堪摩法师们开会的时候说 我在外面的时候不管怎么样再努力的话 有时候是比较散乱 学院里面稍微好一点 但是自己对自己还是要约索 如果没有约索的话还是比较懈怠 散乱 爱睡眠 也有这种习气我那天给他们讲 我早饭的六点钟我要开吃早饭 我现在这个学期当中我自己对自己定的时间是六点半之前 说是六点半我刚开始六点钟然后就是六点半 但这两个我现在还是有调整 在调整过程当中 所以有时候人可能习惯了 约索好了以后你就可以把控制时间 至少也是在一天节约半个小时可以修行 其实浪费时间完全是跟浪费生命一样的 所以我们尽量的有些时间用在一些工作和生活当中 这是世间人作为一个世间人我们不能完全抛弃的 在这个同时我们是修行人 所以我们也应该调整这个时间好好地修行 应该讲自己的人生变成有意义的 但是这是完全依靠自力有一定的困难 求三宝加持 求上师加持 你们念开线解脱道的时候也应该自己好好想一想 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一定要变成有意义 而且长期的有意义不是今天开个法会的时候很精进 然后就非常散乱不是这样的 应该是你没有学佛之前就没办法 可能以前都没有遇到但学了佛之后 你现在哪怕是在一个上师那里得过 两三天的传承从此之后变成一个很好的人 也有可能的这是人生难得 然后下面是寿命无常的 一切的万法实际上都叉啦叉啦叉啦变化无常的 就像我们的善典一样的 因此这样的本性也好这样的规律无论是七世界也好 一切世间的这种法都没有一个恒常不变的 我们每一个人也知道自己是会死的 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死 以什么样的方式来死 死的时间也好 地点也好 方式也好 这些都是我们都不知道的 而且我们有一个毛病是什么呢 我今天不会死吧我今年不会死吧我明年不会死吧 我二十年不会死吧三十年不会死吧 不管年轻人老年人都有这样的 那天我遇到一个七十多岁的人 他说我现在可能还可以活到二十多岁 我就心里面产生一种悲悯自信 没有修过无常的人修过可能无常的人 即使二十岁的人也是他随时都是有死亡的准备 没有修过无常的人 七十来岁的时候他还觉得我要活二十多岁 也许确实能活到九十多岁 很难 我们有时候应该想一想 我们每个人都会知道总有一天会死 但是这样的死亡我们谁都不敢保证 今天降临到我的头上或者明天降临到我的头上 这样的话死亡并不是很谣言的 想法那并不谣言 所以死亡并不谣言 知道了 那意思就是说我们很多人在散乱和懈怠当中度过的 非常可怜的 因此我们尽量地去这样的无常观念 哪怕是我们外在的春夏秋冬也好 内在的叉啦叉啦的内心的变化也好 还有我们身边发生的任何事物的各种 比如说地位的变化 感情的变化 然后世事的变化 还有我们自身身体的变化 晴天健康明天身体特别不好 年轻的时候你是很好看的连老了以后自己也很伤心的 然后有些人已经成了老年来 突然就变成年轻人了这也是一种变化 所以我们应该会想到世间上是有各种各样的变化 那这样的话我们要祈祷上师三宝 加持我的相续当中真正生起无常的 不要对世间的一些没有任何意义的恒常不变的执着 尽量地随时都有一种死亡无常 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种修行 这是叫死亡无常 我们都知道死亡以后应该是跟着业 善业和恶业前往后施 但我们所造的业永远也不会中间耗尽的 然后所有的因果法治包括一些成佛 显现的智慧方面有一些好的善业 不好的包括恶道和有漏的痛苦是我们的恶业来成熟的 因此在这个世间当中任何一个人 今天我们哭也好 乐也好许许多多的感受外在的事情 并不是无缘无故的它有一定的因缘 那么这个规律很多人是非常愚痴自己都根本不知道 那么这样之后我们现在通过认识了真理之后才明白 原来因果是无奇的因果是丝毫也不爽 之后我们一定要通过祈祷上师三宝 在我的相续当中一定要生起一种无奇因果的观念 其实无奇因果是叫什么呢 世间正见 谁都是相信因果 我自身当中发生的任何事情这是有因有缘的 我曾经是什么原因等等 然后在别人身上所发生的苦也好 乐也好 这也是跟我们前面的因有一定的关系 这样的道理在佛教当中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藏人经常说是这个人是个好人 因为他有一个深深的因果见解 好人和坏人的标准在藏地的古人的民间当中 就是对因果信不信的 相信因果的人我们都会把他当作是一种好人 不相信因果无所谓的这个人 不管他长相怎么样好财富如何富裕的话 我们都觉得这个不会很好的 虽然他是一个民间这样的说法 但我觉得确实我们的真理和法治非常相应 应该大家值得盛世 所以我们自身当中所发生的各种各样的 今天你很快乐其实他也有一种因 两兄弟一个是很富裕一个是很贫穷的 我们同伴同学同一个教室里面出来的 有些虽然有智慧但是很不顺利 有些是没有智慧但是后来很成功 世间当中有各种各样的 一个家庭当中出来的这些人都不相同的 有一个很倒霉一个很有出息的等等 这种现象我们很容易发现 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会感受到 就是因果不齐的法治 当然这个需要上师三宝的加持 我们要变成一个很好的修行人 有时候是应该闭着眼自己好好地思维一下 这是非常重要 我人生难得 寿命无常 因果不齐 然后想轮回的痛苦如何如何 这些一层一层的内容 我们《三处三引导文》当中 一层一层的比较有细微的修行方法 这样之后到一定的时候 我们的修行一定会是圆满的 下面第三个是 '我讷ли 我们说这个轮回当中 非常难以忍受的痛苦 有些事情虽然看起来是比较快乐的 但是它是一种变化的 那天我翻译《经庄言论》的时候 里面有一句话我很欢喜当时怎么想啊 一个是因为我觉得我说的苦才是人生 哇 很好啊我自己对自己都是生起欢喜心 原因是什么呢比如说感受快乐也是痛苦的 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变苦这句话我还是很有那种 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今天很快乐 怎么苦才是人生啊 但是我的这种快乐和开心它是一个变苦 它怎么会是变苦呢 不可能永远都是很开心的永远都是很快乐的 我们看到这个人很幸福的 但是他再过一段时间或者是什么时候的话不快乐的 我们看这个家里很开心啊 这个家里年轻人什么结婚看起来特别快乐 幸福 但是这个时候的幸福和开心很有可能过一段时间 什么离婚啊 吵架啊 各种各样的 所以快乐就是变苦 当时我想哇是啊 苦才是人生这是最好的一个依据 所以我就想轮回当中我们今生了轮回戒苦 轮回 三界轮回犹如火灶 就这些教言表面上看到好像 我们有这么多的开心和快乐的事情 但实际上我们这个轮回都有一种 有漏的乌云结合起来的 所以就像三界轮回犹如火灶一样的 可是我们很多具有贪欲的这些凡夫愈灭众生 根本不知道这个道理 因此我们相当地可怜 我们祈祷上师三宝在自相续当中 真正认识到轮回的痛苦 如果我们知道三界轮回都是痛苦的话 从中处理是非常容易的生起处理性 生起处理性是什么呢 就是三界轮回都是没有什么可谈的 这个很重要的 这是我们经常讲的四种共同加行 后面我就不广 简单地讲一下就可以了 不广 简单地讲一下 然后不广 简单地讲一下 这些共同加行 各地培下关教公司 就是中处理性了 以子的 oldu 你說得 ja 把壹點都工了 如果你自己和他一起走 走 加油 我是說給我們 많은群人 沒得過 只有腳踏 怎麼走 以後 我們才會送人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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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我提到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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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麽亦都看着做那麽的 上吉举当八博金 大当 诸之基比较教士们协议 教比较得大印等的三斤 然后《不公家心》里面的第一个皈依 皈依的时候我们这个《皈依经》《莲花生大师》 皈依的方式 皈依的整个《皈依经》 皈依资量的对境 这个跟其他的《潜行》当中所讲的基本上是一样的 总而言之 莲花生大师和周围的所有菩萨 还有传承上师 还有智慧护法神 以及世间和初世间 值得我们皈依的全部都是在自己前面的虚空当中 就云聚 全部聚合在一起 然后他们用智慧和慈悲 笑容来进行加持我们 进行引导我们这样观想 然后观想之后祈祷四方诸佛菩萨和空行护法 乃至菩提间之间我要向你皈依 念《皈依经》 念《皈依诵》大家都会念 如果你实在是不会念刚开始初学者呢 我们经常讲 喇嘛啦甲 penny问喇丽啦甲乃 上戒啦甲乃 原来有一个人爱这样子 这是皈依 这个皈依我们平时念皈依很好的 日常生活当中藏地很多修行人不是修假行 我看你们很多人修五十万假行的时候很认真的 完了以后好像把这件事情已经意识完了以后 没有在日常生活当中 这是有些人真正修行的一个缺点 我看一些寺院里面的修行人他到哪里去经常念 虽然他五十万早就修完了 但是他念皈依始终都是不会变的 就喇嘛啦讲 上去啦讲 去啦讲 去啦讲 无论是开车也好 走路也好 任何时候他把四皈依作为世间当中的一种意图 一种修行这也很重要的 否则我看有些人好像假行修完了以后 就是嘴也不懂 手也不懂 心也不懂 然后三个不懂啊 圣口意都不懂 就这样之后好像跟我们的修行完全是一种教义 哦 五十万的话一定要不多不少五十万修完 修完之后把所有的法本放弃 不会把它当作一种终生的修行 这是我们很多人可能对佛法理解不够吧 所以我希望我们皈依呢 刚开始皈依佛门的时候也是皈依三宝 最后我们离开这个世间的时候还是用这个四皈依来 经常生活当中哪怕你在路上遇到一些违缘 日常生活当中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也要一心一意祈祷三宝 这是我自己人生当中最重要的 哪怕是做一个噩梦的话 我就起来念一些缘起之瓦然后祈祷三宝 我就念三遍 喇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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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昨天做一个噩梦 但愿不要有什么 没事 没事 都是空性的 喇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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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喇 都能够计划得到的 发菩提心的时候前面皈依的对境 也是诸物菩萨和莲花生大师一起胜众面前 自己想为了利益三界轮回的一切众生 我要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 我们每个人真的需要真正的菩提心生起来 即使你真正的世俗菩提心和生意菩提心没有生起来的话 我觉得相似的菩提心应该生起来 有时候我们自己当作众生 生活当中有那么多非常可怜的众生啊 其实众生很苦的 我们可能身边有些人苦有些人老有些人情绪不好 但实际上如果我们真的变成他非常痛苦的 所以我们还是在生活当中 哪怕不管是什么身份的人 对一个众生祈祷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呢 希望大家应该学会菩萨的真正的利他心吧 虽然我们能力有限 我们的智慧有限 我们的整个包括大悲心也是有限的 真正的菩提心普遍于整个三界轮回的众生 不要说三界轮回的众生我们人类不要说所有的人类 我身边的这些金刚道友我身边我遇到的这些人当中 当他们遇到痛苦的时候 我有没有一种精神 有没有一种能力想帮助他 如果有的话这说明我大乘的心稍微有一点希望 如果我好像天天都是想着自己 如果想到自己的事情的时候特别勇誉就很想做 而一想到众生的事情哪怕是再简单的事情也不愿意 不理不睬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特别惭愧的大乘修行人 所以我们当然念我们修五十万加行 皈依十万要皈依 皈依 皈依一直念了十万遍 然而发心我要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 我们口里面说了十万遍 已经说了十万遍但是我们行为上和真正的心里 做过没有或者想过没有真的我以后要去 我口里面已经说了 就像世间人互相说我恨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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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说十万遍的话那他肯定是恨他不然的话 口头上为什么怎么说啊 一直恨恨恨恨恨恨一直说到十万遍的话 那这个人肯定是他的敌人怨恨的敌人 但是如果他口头上说我恨你恨你 实际上也没有做什么恨他的事情了 也没有什么好像他在说妄语一样的 所以我们要度众生我们要在诸佛菩萨面前 我们会这样的话我想有时候自己觉得也很惭愧 确实是做不了很多事情 有时候就觉得哪怕是一点点不要多想到自己 稍微有一点每个人的缘分前世的福报也不懂的 有些时候有些人可能很有利益众生的机会 能力 因缘各方面都可以 有些人可能没有这么方便而且利益众生特别难 我看到有些道友不要说利益众生 自己的活的希望都比较小每天都是一种痛苦 一种烦躁 有一种压力当中更不要说我要向利益众生 因为利益众生的话一个正常的心态和一种 非常健康的心态和身体才可以利益众生 自己都是天天特别烦恼 今天我的门口有一个居士等着 他可能等了很长时间一只牛逼 我好痛苦 我好痛苦 这样的话可能确实利益众生有点 但我们还是至少可能怎么讲啊 就是这个 凡是发心你们应该懂的 下面就讲什么 讲曼茶罗 就是曼茶罗 曼茶罗是积累资粮知道吧 积累资粮的话其实没有资粮我们做什么事情都是有一定的困难 修行佛法也是这样的 因此我们前面有福报的人 龙猛菩萨也讲过 佛经当中也讲了 具有福报的人自己心里面想做什么事情都是如愿一场 很容易没有福报的人想做很多事情但很难以实现 这是跟人的福报有关系的 所以以前我们不管怎么样 我的修行要成功的话我一定要积累资粮 积累资粮因此极致敬仗 创造顺缘 做任何一件事情我们需要顺缘方面要进行努力 还要遣除违缘方面要进行努力所以我想大家修行 实际上这也是比如说我们要建一栋大路的话 可能我们这个材料这方面也要去准备 我们在建造高楼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违缘 障碍 这些我们尽量去排除所以说极致进藏很重要的 有些人觉得这是功莽资粮有什么意义啊 他们可能对佛教的一些甚深的缘起和道理不懂 不懂的时候很多东西也是比较奇怪的 这个是我们也会理解的 包括我们世间当中也是任何一个实验室的操作也好 或者医院里面的一些他们的模式的话 你不懂医学的人觉得是很奇怪的 你人的身上抽一个穴拿到一个瓶子里面 进行实验的时候他们在干什么啊 从来没有学过医的人觉得是很奇怪 但是你学过医之后 你知道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东西在里面 因此我们积累资粮 在修行过程当中也很重要 像阿底峡尊子 宗喀巴大师 包括全职五光尊子 我们上师如意宝特别重视供曼扎 在修行当中我们希望道友们修行的时候 在你的佛堂里面至少也是要长期供一个曼扎 这样在诸佛菩萨面前创造一种顺缘的话 那你自己修行也很容易成功 就像世间当中做什么事情都是需要一种顺缘一样的 这就是供曼扎罗也需要十万遍 下面是 金刚 撒头 西书 第二个首先会讲 咖啥融融化 üzerine便利 that the earth is visible that the earth is visible kahつ vamosa ve heart we're just the submerged that the earth is vivя die anταバ sought of inerters¿ next change from on the There son experience there was just a difference between the love of see any human life after the love of the LIKE function that the earth hits the body of the nave 等会有什么义的? 你们都会让你去找了 人和我一样,你就可以找了,你一样不存在 这儿在计划算把分开放在那里上,你就可以和你一起 尝试那些书,我们都会 来讲 在这儿,你都会认为你想要啊,你会这样 你会发现, 时会都是在我学习的 你也可以在我学习的 说 这是金刚萨埵 最后还有一个上师语教就可以了 就简单了 金刚萨埵大家都知道 我们每个人都可能造了很多的业 现在相续要不清净的话修行就很难成立 有些人经常讲 我修了很长时间一点感应都没有了 其实我们业力很深重 即生当中也造过很多业 前世也造过很多业 我们自己的相续还没有澄清的话 法王如意宝的《中央行之名谛》里面也说过 我们自己的相续就像一面镜子一样 镜子上面的围尘没有擦干净的话 那外在的影响是不可能显现 所以我们应用四种对质力的摆布来进行擦拭 把自己相续的镜子擦得干干净净 才可以显现诸武菩萨的影响在里面 因此我们连白字名和金刚萨埵 这是很多人非常有兴趣的 我们像前辈的这些尼玛派的大德们 都十万 百万千万以上的金刚萨埵和白字们 很多人都可能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时间 但是经常学会时间 学会忏悔 自己都不好好忏悔每天都是抱怨 这个也修不成 哪个也做不好 如果我们自信没有得到清净 我们有那么多的障碍 我们杀生 杀盗 阴亡 世间当中的自信罪 佛制罪 我们可能很多的烦恼很多很多 我们修得很少的 在这个时候我们没有什么值得败家 没有应该自己觉得自己是很了不起的 产生一种增上满不应该这样的 我们应该很谦虚的在诸佛菩萨面前 好好地忏悔过去的一些事通过四种对治理来 在这样之后慢慢慢慢我们人的心调柔的时候 修行也长久很多事情也会顺利起来了 末法时代的时候忏悔也是非常的重要 以前我们学院里面上师如意宝在世的时候 很多的堪布自愿地发愿过 一一遍金刚萨埵星咒这样的人非常多的 非常多的所以说我们还是要学会忏悔 具体的修法在前行当中也有 下面最后一个是上师语叫 先脑 monumental现在就是这样的 现在这样的东西都发生了 一边也是在这里没有我 在这边的人里面有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嗡妈哄巴子仁格罗巴马斯特哼 这个上师瑜伽在这里主要是自己的传承上师 跟莲花生大师无二无别通过七句七大文来引擎 念世心咒 这个是现在很多人来讲应该是很有信心的 其实莲花生大师这样的上师瑜伽 应该《大阅门前行》当中也这样讲的以强迫性的自信转变 也就是传承上师的加持置入你的心间非常重要的 无论是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该有一种不离上师瑜伽的修行 我希望很多人有些人可能是表面上的修行人 这个我也不要求就没有什么的 但有些人已经出了家已经当成出家人 当成真正的修行人的话 至少也是每天在你的生活当中比较跟凡人 跟世间从来没有学过修行的人应该有一点差别 但这个差别关键是可能我们的心得到上师三宝的加持 上师这种真正的智慧和悲心的加持入于我们的心间的时候 做什么事情也很顺利 然后你哪怕是说一句话对众生是有意义的 做一点点事情对众生的今生的快乐和来世的解脱 有一定的帮助 所以我们怎么讲我都是没有什么修行境界 但是对上师瑜伽我一直不是光一年两年 一直在自己修行过程当中非常重视 一直是来到佛学院之前我不懂什么叫做上师瑜伽 就根本不懂到了学院之后 依靠上师们的加持和他们的开始吧 确实也是自己把自己的修行 人生 就很多方面已经开始定位了 已经固定下来了之后一直没有改变 就像以前米莱瑞巴和智悲光尊者的 传记里面所讲的一样的 那么心会一心一意地专注于上师 没有想过其他世间上任何的伟大人 我作为我的偶像 我的异像没有这么想过 据说上师的这种智悲力的加持融入我的心 让我有生之念当中乃至生生世世利益众生 哪怕是一个众生稍微让他暂时的快乐 少许的快乐 稍微的安乐 这也是我觉得很有意义的 所以希望我们经常修行当中 《大圆门前行引导文》当中也讲过 说上师瑜伽表面上看来他是一个前行 但实际上他是一个真行的修法 后来的《大圆圣会和空行心地》里面也是讲的 上师瑜伽是很重要的 如果上师瑜伽经常修的话 那么上师的加持如意自己的心的话 修行都很顺利 而且修行过程当中也不容易遭受各种各样的违缘 所有的邪魔外道通过上师的观修也能遣除 当然我们当中可能有些人是半信半仪的 不信教的 这种人你也许可能只是一种天方夜叹 那这样的话你不听也是你的自由 这是极少数的我们对大多数人来讲 通过一种上师瑜伽的修行改变自己 刚开始的时候你可能是半信半仪或者是一种奇怪的心态 但慢慢慢慢你的生活当中会有改变 会有一些稀奇 很有一些比较想象不到的稀有比较稀奇的事会发生的 这个时候你自己也不得不相信 所以我希望我们上师瑜伽 这里面的五十万加星所谓的这些加星 所有的人一次性地能修的话当然是最好的 如果你不能这样的今天修个上师瑜伽 明天修个数迷无常或者后天修个难以待 那样也可以的 总而言之我们有些人是特别担心 这个不念不信 这个不修不信 修的话会不会空性忽发生惩罚我啊 会不会我实情不顺了 干脆不修好一天啊 三世加持一下 我现在虽然不知道自己也是特别的紧张 空慌 伤心 悲伤 绝望 我觉得我在这个世界上好像是没有什么希望 有些人是一种特别负面的情绪当中尽强度过 这样我觉得没有必要吧 应该是尽量的一些正面和眼光和快乐当中 诸佛菩萨的这些加持里面有很多很多智慧的悉地 所以哪怕是从上面下面在哪里 如果你实在没有时间的话 哪怕祈祷上师的诗句你经常念也是很好的 如果你其他都没有兴趣的话 数名无常的这个偈颂你经常念的话 对你的生活是有帮助的 所以我们还是最好是按次第来 如果实在没有时间的话也是一种方式也是可以 比如说我们吃饭的话 如果你有时间各方面每一样菜你就尝一口很好 如果你时间也来不及或者各方面不行的话 那你就有一块吃得好好的其他什么都不管 就这一块好好地吃饱然后就饱了这样也是很好的 所以说我们还是有时候修行佛法当中 根据自己的需要吧 拉描尼最后上师的 这个是什么结束四关记呢 在何面的这样的 6 8 8 9 9 9 10 11 11 刚听 这个听 к中共 bankruptcy死了 歌 来这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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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Teach fool 来FR på artists 我 culpa everyone 我ITY правда 还我on dos 因何 food Syria再来会接这立马来办 每一人都有词 来这种词 再来看我们话儿就 mère 彰去就义 排走me abys 这种词之所以 去教个它们 state不会 这种词 翻译 给供公衆 给有关人 建立国 cesだ例えば